一分钟佛教常识 学佛是不是必须修苦行 答不是必须的 佛陀在成佛以前经过了六年的苦行 每日只吃一麻一脉 但是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修行目的 于是放弃了苦行 接受牧女供养的乳迷 后于菩提树下 阅读明星正无误成佛 对于那些极端的无意苦行 佛陀是持反对态度的 对学佛有益的投投苦行 佛陀则是允许的 不过到了现在 真正能修苦行的人已经微乎其微了 苦行这条路已经不适合现代人了 相反 佛陀极力推荐的是一条安乐的修行之路 那就是净土法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